一群人聚在一块开心唱歌 桌上还摆着蛋糕 要庆祝庄姓男子42岁生日 却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过生日 一号凌晨一点多 庄姓男子骑车回家 才经过这个入口没多久 就突然倒地 隔天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妻子感到现场难过到几乎贪软 就是有去采集车轮上的狗毛 有然后就是目前是朝像单纯的撞击动物 而造势的这个过程来侦办 死者庄姓男子是一家资源回收工厂的老板 同时也是一销热心人员相当好 当天还到嗅水和朋友聚餐 回家路上疑似黑狗突然冲出来 来不及闪避当场撞上 人狗双双丧命 一开始附近军民还以为车祸 造势者逃逸 直到发现黑狗尸体才真相打白 就跑出去了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我们感到很 很遗憾 很过意不弃 四组事后得知相当难过 因为爱卷只是出门玩耍 没想到居然闯下大祸 连带四组也得负起责任 记者陈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